听故事 学中文 听 说 练习 海洋馆的广告 王经理在内陆城市开了一家海洋馆 可是由于门票太贵 参观的人很少 眼看就要倒闭了 王经理到处征求好点子 想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来 不久 一个女老师出现在王经理的办公室 说她有一个好点子 王经理按照女老师的主意发布了新广告 一个月后 海洋馆天天爆满 三分之一是儿童 三分之二是家长 三个月后 海洋馆开始挣钱了 海洋馆的广告只有六个字 儿童参观免费 海洋馆的广告 王经理在内陆城市开了一家海洋馆 但是由于门票太贵 参观的人很少 眼看就要倒闭了 王经理到处征求好点子 想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来 不久 一个女老师出现在王经理的办公室 说她有一个好点子 王经理按照女老师的主意发布了新广告 一个月后 海洋馆天天爆满 三分之一是儿童 三分之二是家长 三个月后 海洋馆开始挣钱了 海洋馆的广告只有六个字 儿童参观免费